各位小朋友好 我們今天要上的部分呢 是第一次使用這個Arduino 那我們第一次要做輸出的練習 而且是數位的輸出 那今天大概會介紹這些部分 就是怎麼樣去點一個燈 點三個燈 然後怎麼樣讓它閃爍 怎麼樣讓它像這個霓虹燈一樣 可以輪流閃爍 然後怎麼控制一個紅綠燈 怎麼樣做一個結合動畫跟聲音輸出的 燈光的一個小專案 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我們今天要準備的硬體 今天要準備的硬體呢 就是從盒子裡面拿一片你的UNO出來 你的UNO出來 然後還有這一片感測器擴充板 那這兩片 這兩片呢 這個叫做Arduino 然後它有輸出的控制 那這個板子呢 有USB連接頭的這一邊 還有這電源連接頭的這一邊 這一邊我把它叫做頭 然後這裡是屁股 這裡是屁股 那你會發現這兩排的接角 在屁股這一端 它是對齊的 屁股這一端是對齊的 但是前面呢 頭這邊呢 這一邊比較長 這一邊比較短 那所以你在等一下要接擴充板的時候 你看這兩排接角 這邊比較 這邊一樣長的 這邊是屁股 那這邊不一樣長的 這邊是頭 那有電源插座的 這也是有電源插座的 這兩個都是頭 所以頭對頭 那我們現在先把電路接起來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邊 這裡呢 我們待會 這個擴充板下面有接角 這個感測器擴充板下面有接角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要照這個方向 這個屁股對這個屁股 然後電源的連接的頭 對電源連接的頭 所以這一個方向 這樣子等一下把它組合起來 那組合的時候注意一下 它這個針角不是每一個洞都有 我們前面會留兩個洞 所以你在插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前面會留了兩個洞 但是最後面這裡是對齊的 那插的時候有一個小技巧 你先注意一下這個排針有沒有彎掉 如果有彎掉的話 請你先把它搬正 搬正 然後一邊從一個邊 先把它放進去 一個邊先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換另外一邊 把它對齊一洞 稍微 稍微調整一下 等兩邊洞都有進去之後 再把它往下壓 壓 這樣子兩個就結合好了 那你留意一下 這最後面這裡 後面這裡是完全有連接到的 那但是前面會空兩個洞 前面會空兩個洞 好 那這個板子呢 接上去之後呢 大概就不用拆了 不用拆了 我們這一套學習的組合 大概平常就會 感測器連接板會一直放在上面 好 那另外兩個要準備的東西 另外一個要準備的東西 我們今天主要是用這個 紅 紅黃綠的LED燈 LED燈 然後如果你沒有這個模組的話 因為這個是SSA的專屬的設備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 那沒有這個的人呢 你沒有這套設備的人 你也可以拿像這一個 RGB的LED燈 它也可以用 那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原理一模一樣 那好 那所以看你要用哪一個都行 那我大概介紹一下這個接角 這三個LED 跟做成的這個模組 那原則上就是 GND 我們常常都會看到 模組上面有GND 表示它是接地 那接地就是電池後面 平平的那一端 也就是我們平常講的 負電 負電 那 所以這個模組的工作原理是這樣 如果我在這一隻腳送訊號 就給它電的話 那電就會流過這個電阻 流過這個LED 再 流到 GND 流到 正電 流到負電端 會形成一個回路 那形成一個回路的話 燈就會亮 那 所以你只要送電給這一隻接角 這個燈就會亮 送電給這一隻接角 這個燈就會亮 原理它是非常簡單的 那 R呢 就是紅色的燈 Red Y就是Yellow 黃色 那 那 G呢 就是Green 綠色 那這個GND是接地 好 所以待會我們接線的時候 請你從你的彩虹排線 好 我們的這個彩虹排線 這邊有 有3PIN 有4PIN 有5PIN的 請你撥一個4PIN的出來 好 撥一個4PIN的 有4支 4根線的 4根線的 插座 然後呢 習慣上 習慣上 我們GND 通常在電子的習慣 那個GND通常會接比較深色的 那比較常見的顏色叫黑色 或者是 綠色 黑色 綠色 咖啡色 這個大部分都會拿來做接地使用 所以我們這4PIN的這一個呢 我們就選綠色這個接到GND 綠色對準GND 好 所以我們用這一個好了 綠色對準GND 綠色的線 對到的是GND 這支接角 好 那其他三個顏色就是分別控制這三個顏色 好 那所以另外一邊呢 好 在我們這個擴充板上面 我們請你找到這一個位置 好 我們這個擴充板 S4A的擴充板 感測器擴充板 它有專門設計一個數位輸出的接角 那在這裡 藍色的地方 藍色這一個 這一塊 它有一個正負 10 11 12 13 那也就是這邊的10 11 12 13 那只是把那個正負 就是5伏特跟接地 把它做在一起 那待會我們要插的時候呢 我們剛剛綠色那一條線 是接地嘛 所以我從這個負這邊開始插 那另外三隻腳 10 11 12 就是控制三個燈 所以我原則上就會插在-10 11 12 這四根腳上面 好 所以 所以我們的線 另外一條 另外一條 我就直接把它插在-10 11 12 藍色的插座上 藍色的插座上 那左右 左右都會空出來 左右會空一隻接角出來 好 那麼我把它 為了觀察跟方便 所以我把它繞了一圈 把它擺成這樣 這樣它也不會跑掉 也不會跑掉 好 那麼 接好之後呢 就請各位把那個USB線把它插上去 好 把它插上去 謝謝